基隆市环保局清洁队员在学校各地点进行全面清销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校园里面延烧 其中位在中山区的港西国小、德河国小以及私立盛兴小学 都向基隆市议员张炳君求援 张炳君也立即协调基隆市环保局进行清洁消毒的工作 让学校和家长放心 也让三所学校都非常感谢 这是我们的学校学生都发生了确诊的问题 那因为确诊也让我们学生其实大家都人心惶惶 家长也会导致不敢让自己的小朋友去上课 那炳君其实立即来去跟我们环保局来去协调 利用他们的下课时间或者是放假的时间 赶快进行整个学校的清销 来保障我们所有学生跟教职员的安全 那其实疫情也持续的援近中 也传出了多所学校 那都有持续的发生确诊 那也是要在此呼吁教育处 是不是来对所有的学校 是不是有统一来去做一个停课 或者是有一些疫苗的施打 要去做一些应变的措施 也可以让我们所有的家长跟学生安心 也可以让他们放心的上课跟上学 这次非常感谢我们张炳君一作协助 协调环保局在假日的时间到学校做清销 因为学校每个班级有确诊的孩子 那目前已经停课 那也很感谢这个环保局的人员在周日的中午时间 就完成学校的一个清洁跟消毒 在这边非常感谢张炳君一作的一个协助 代表我们把戏国小的亲师生 这是最诚挚的一个心 张炳君也强调疫情延烧 只要学校有需要 他都会尽全力来帮忙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